大家知道5月20号快到了 5月20号是个什么日子 台湾第七领导人要先是就职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呢 决定要到台湾去 干嘛 巧事呗 蓬佩奥是一个病态反华 歇斯底反华的这么一个极端分子 所以我就写了一篇文章 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窜台 这是要上演最后的疯狂 大家看看照片 原来的蓬佩奥这样 现在这样比原来瘦了一大圈 他是特朗普时期的美国国务卿 中情局局长出身 他歇斯底里反华 进入到一种丧心病狂的状态 5月20号他自称要以私人身份 前往台湾出席赖清德肖美琴的就职典礼 2024年的5月15号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他表示会向赖清德强调 台湾对美国的极端重要性 他要向赖清德表示 你上任之后 我相信你会把台湾放在第一位 而美国也将继续支持台湾 当然 每到这个时候有媒体的时候 他更是人来风 咆哮着又说了一大堆 对中国咬牙切齿的话 蓬佩奥啊 是一个猪油蒙了心的这么一个前政客 他现在不是在一个资讯机构里面 他不甘心在资讯机构里面 当个咨询的这么一个角色 悄无声息的 就结束自己的政治生涯 他不甘心啊 他千方百计的 想再起来折腾 用隔壁王奶的话说 就想支弄 想支弄起来 想咸鱼翻身 我觉得有个奇怪的事 不知道为啥 国内媒体啊 很少报道 然后蓬佩奥这老小子 野心很大 他呢 曾经几次表示参选美国总统 跟谁开思啊 跟特朗普开思 特朗普是他的前主子呀 他提拔赏识了蓬佩奥 让他做国务卿 现在呢 他要与提拔自己 赏识自己的前上司 特朗普开思 这个大家都知道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美国总统大选 今年11月 将在两个80岁的老头之间进行 两个总统的年纪 加起了160多岁 两个老头人都80多了 这属于老年赛道啊 就像打门球一样 撑票今年下58 按年纪来说 那他有绝对优势 但是大家一定要清楚 美国政治啊 不是减肥训练营 你把自己原来胖子像头猪 现在自己受成一道闪电 你就是真的把自己 受成一道闪电 也未见得能够实现 自己的政治野心 金毛老师的特朗普 根本帮他去哪儿瞧你 特朗普一出场 十万人欢呼雀跃 那就跟那个 麦克尔杰克逊那演唱会一样 那人都在一欢呼跳跃 都抽了 疯狂状态 你跟特朗普出场这种氛围相比 蓬佩奥你出来之后 有几个人支持你 你把所有的事都做过头 你拿出浑身的泄数来 那你折腾当总统也是个寂寞 所以特朗普根本不拿有点家 你刚刚的消息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和现任总统拜登 同意 2024年6月27号在CNN上面辩论 大家知道啊 因为封口废 这些丑闻啊 这种乱七八糟的官司 搞得焦头烂额的 特朗普 现在他要准备和另外一个老头 PK对决 哪有心思琢磨什么蓬佩奥啊 你爱上哪溜的上哪溜的 还有一个事 我看国内媒体也很少报道 蓬佩奥曾经连发了几十条长短文章 攻击一个中国的女子 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 华春莹 你不是要当总统吗 你不是要描着美国大位吗 所以你现在连发几十条长短文 攻击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 华春莹 所以有人就嘲笑她 说你瞧你描的这个人 你瞄着和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大体相当的位置 说明你脑子不清楚 脑子乱了 大脑进水了 对自己的政治目标 政治前途 完全失去方向 失去耐心 就是一条疯狗乱咬 蓬佩奥自己不这么认为 蓬佩奥认为自己很智慧 他不是中情局局长出身吗 他的名言是我们撒谎 我们欺骗 我们偷盗 我们还有一门专门的课程 来教这些东西 这才是美国不断探索和进取 的荣耀 这真是把不要脸也一到家了 这一个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的名言已经进入孝林广级 很多人都记住他说的这个话 2021年蓬佩奥曾经遭到中国政府的制裁 制裁的理由很简单 一己私利对华偏见 罔顾中美两国的利益 策划推动了一系列疯狂的行径严重干涉中国内政 损害中国利益伤害中国民感情 重要的是你严重破坏了中美关系 所以中国政府就制裁了蓬佩奥 当时好像还有一些人吧 20多个人我也记不住 反正首先蓬佩奥还有纳瓦罗 奥布莱恩 史达伟 波廷洁 阿扎 克拉克克拉夫特 还有那个最有名小胡子 波尔顿和那种疯子班农 这些人及其家属被禁止进入中国内地 香港也不能去澳门也不能去 他以及他们的关联企业机构 已被限制与中国打交道不能跟中国人做生意 蓬佩奥非常愤怒 你看他刚卸任一天就被中国制裁 这字会不好受吧 钱损失大了吧 所以他反弹的劲很大 醋意很足 对了还有一条 曾经我见过有人预言说 作为特朗普的老班底 如果这次特朗普入主白宫 很可能还会重用蓬佩奥 我不信 老班底是不假呀 但早就打翻了 你朝老东西背后戳刀子 特朗普能用你吗 欲取别而带之 卧榻之侧 其中他人酣睡 更何况 蓬佩奥你小的拿着小刀子随时准备夺 特朗普的老命 蓬佩奥早就被特朗普开了 咱们把话说到这儿啊 即使特朗普如期入主白宫 蓬佩奥也只能是个边缘人物 他只能靠妈妈中国呀 辅导一下台湾省领导人 这个赖清德肖美琴刷一刷存在感 我记得2022年的时候 蓬佩奥串访台湾 花了一点钱大概当时搞到了 搞到15万美元 他说这是为自己竞选总统呢 传点本钱 现在再去台湾 5月20号你再去 再去你划了15万美元 你划了不着了台湾人不傻 谁会在蓬佩奥这只流浪狗的身上 压宝啊 没什么可压的 我忘了是哪个日本前首相说过的一句话说 猴子从树上掉下来 还是猴子 政治家从树上掉下来 连猴子都不如 感谢收看 我是中国公民北京市民北京市 动作举居民司马达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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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谢谢大家